我們開始開會 主席劉昭及委員建國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 邀請勞動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就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受影響產業 與員工所提供相關協助措施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由勞動部部長許明春等報告後 委員書巧惠等二十一人提出質詢 軍經勞動部部長許明春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其答覆 委員林德福、洪孟凱及傅坤其所提書面質詢 葉錄紀錄刊登公報決定 一報告及尋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令要求期限者重啟鎖定 通過臨時提案八項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上次議事錄有何錯誤或遺漏之處 沒有 議事錄確定 本日會議議程為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 並被質詢 因為現在各位都知道防疫期間疫情也嚴禁 我們的疫情控制台灣可以說是全世界的典範 我們要繼續大家努力 所以我們當然請到時候請在這個觀點可以以議程為先 去調整你們在這邊的人力 現在介紹在場委員及列席關聯 我們蘇小偉委員 蘇小偉委員 我們中信誠委員 洪孫漢委員 洪孫漢委員 湯慧珍委員 廖丸如委員 現在介紹列席關聯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部長 陳指揮官辛苦了 我們政務次長何啟工次長 中夥規劃師張庸敏師長 社會保障師商農府師長 社會救助局社工師梁錦青師長 副理局健康照護師蔡淑雄師長 醫事師石松良師長 心理局口腔健康師陳立中師長 聖立中師長 中醫藥師黃宜超師長 長崎照護師蔡淑雄師長 保護服務師郭彩龍副師長 秘事處蔡壽權處長 辛苦了 人事事務處張美寧處長 會計處張一臻處長 統計處李秋苑處長 執勁處龐一鳴處長 國際合作主 國際合作主 劉立零代理主任 吳秘秀美署長 中醫健康保健署 李柏章署長 社會及家庭署 檢惠監署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副院長 師徒惠剛 研發辛苦了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蘇一張所長 不曉沒有遺落的 好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就請衛福部 陳聖部長報告 副長請 請請參閱書面 以下將各位委員則要說明 在全人全程衛福首富 強化富有健康 營造育兒環境 為強化新生兒健康照顧 108年10月1號起 我們全面擴大新生兒代謝異常疾病篩檢 服務項目由現行的11項 增加至21項 108年共篩檢17萬餘人 篩檢率99%以上 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部分本部 延續托兒公共化及總公共化政策 在銜接幼兒園就學及舒緩 家庭育兒經濟負擔 109年1月1日起 對於滿二歲 序留公共托嬰中心 含托育家園總公共保母 或總公共托嬰中心的未滿三歲兒童 提供托育費用補助 約一萬六千名兒童受賄 那接下來是購築健康環境 安心食藥防疫 在食品安全部分 本部積極落實食安武函 持續推動食品業者全登陸 以47萬家的業者 包括美食外送平台等食品物流業者登陸 資本合達3000萬元以上的食品工廠 108年起全面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劃 辦理強制性的檢驗 及建立追措追蹤管理制度 為防放豬肉產品非法流用 目前查核豬肉來源於2.9萬加次 尚未查獲來自非洲豬瘟疫區之產品 另感謝大願108年12月13日通過 醫療器材管理法完善醫療器材全生命周期管理法規 加速產業創新本部也持續針對國內自行研發 至醫療器材案件建立專案輔導機制 防疫方面 今年起公費流感疫苗全面改採4家疫苗 提升保護力 針對COVID-19 武漢肺炎的防治 接近109年3月16日累計 17935例的通報 其中77例確診分別 27例本土病例及50例境外移入 本部持續加強入境限制及邊境檢疫 為確保集中症醫療照護品質及應變能量 加強疑似病例通報及落實追蹤管理 征用國內的口罩統一分配強化口罩管理 以及持續加強對民眾之風險溝通 第三就是推動高齡友善完善優質長照 本年度長照使用人數已超過28萬 較去年同期成長近58% 長照據點以部件588個A 4631個B 2529個C 超過長照2.0計畫原定目標 並持續推動長照5增加 擴增長照服務項目及服務量能 為強化醫療與長照接軌及出人準備服務量能方面 我們推動223家醫院參與 富能多元服務事辦計畫 並辦理長照在地宣導 提升村里長長照資能 成為社區第一線 最重要之長照個案發掘之通報者 目前認證人數近2.2400人 含全國村里長人數32.1% 那我們會持續再推動 另外我們也普及私自照顧資源 目前全國已設置8、7處私自共照中心 及10處 10自友善社區 並實施居家私人個案家庭醫師照顧方案 有基層診所醫師 究竟提供私人個案健康及慢性病管理 建立個案醫療照顧及長期照顧的整合性服務 在充實照顧服務人力方面 我們推動給付及支付制度 調整照顧困難個案之給付金額 並建立照顧員折押發展制度 增加照顧員投入流用誘因 目前照顧員的人數已經超過5萬人 接著就是衛福升級國際同步 首先是改善醫療環境保障健康平等 我們持續推動分級醫療指引區以上醫院門診減量 及建立三項轉整及支付優因政策 鼓勵醫療院所成立隨之合作 共同照護聯盟目前已看出成效 為保障醫護勞動權益 以作員醫師至108年9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 其他未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評估醫師 本部憲政推動醫療法修正 鎮定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專章 令醫院評鑑已納入呼併筆及健保給付聯動 呼併筆法制化也至108年5月1日起施行 以改善護理的職業環境 我們努力提升偏向醫療資源至108年底 除南投縣、採區域聯防分工之外 區域本島各縣市均有重度及急救責任醫院 而離島地區亦能提供即時的急鎮處置 我們也積極推動遠距醫療提升偏向地區 醫療照護品質 我們於108年10月6日啟用 空中後展遠距會診平台 提供多分完整的醫療資訊 減輕第一線醫師壓力 降低業行及不必要至轉診 為強化兒童醫療照顧行政合定本部 優化兒童醫療照顧計畫改善周產期 與兒童急重症的醫療照顧並強化 初期照顧及健康管理 並成立兒童困難取得 臨床必要資藥品及 醫材調度中心 以提升我國 兒童醫療照顧品質 我們努力達成 2025年消除西行肝炎 全口無心藥至納入健保給付期 於8.1萬人接受治療 治療成功率逐年上升 平均治療成功率超過98% 109年的預算再擴大為81.66億元 可再使5萬多人受惠 並建立全國西行肝炎風險 潛視地圖以利各界投入 支援消除吸乾 那接下來是健全社安網絡 完善福利服務 本部積極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 建立集中派案窗口 提供以家庭為核心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服務 我們也努力完善社工專業制度 調整公安部門及補助民間部門社工薪資結構 以強化社工職業安全各項措施 本部持續落實行政院新生代反毒策略 目前建置6家整合性藥營醫療示範中心發展多元服務方案 同時充實個案及督導人力 108年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安量比率 服務的安量比率降至1比60 並建立以家庭為中心的藥營 家庭支持服務 連結多元資源出現要因者富貴社會 為讓孩子脫離世代貧窮 我們辦理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 至108年3月起增加四道超商及農醫會等存款管道 讓民眾可就近存款 截至108年12月底 已於1.1萬人申請 申請開戶率為49% 最後是強化衛福科研深化國際參與 在醫藥研發方面 本部推動醫療衛生藥物食品升級相關科技計畫 並將創新醫藥研發技術成果 轉移至國內產業加速 現有國內醫藥生技研發 我們並加強推動新南向政策 醫衛合作及產業鏈的發展 建立新南向醫衛及產業鏈 結束出國健康產業 本部一國一中心計畫 108年起增大緬甸文來 由馬來西亞兼俠 委託國內優秀醫療團隊辦理 並持續新年向國家進行防疫醫藥品 傳統醫學等交流合作 深化雙邊的合作的關係 以上為108年下半年度 本部的主要的施政及未來施政的規劃 那很抱歉啊 等一下施政報告完可能就要離開 那跟各位也報告進來的疫情 事實上是非常的嚴峻 那從開始的時候 大家從世界的情況來看 世界的情況大概現在已經有到了 17 大概19 應該是通報的個案 確診個案已經到達快要破20萬了 死亡的人數也快要破8000人 那我們看看當年在SARS的時候 事實上世界上被感染到的確診的 大概是7000多人死亡也774人 那其實我們這個 這樣的一個新興的一個病毒 在2月8號就已經破800人 就比SARS那時候還死亡的人還要多 那台灣第一波 我們在亞洲相關的一個情況裡面 那我們大概也防疫也做得不錯 那所以還維持基本穩定 那時候我們就預估在第二波 應該是從歐洲這邊會回來 那時候我們是預估到會從歐洲回來 但是也確實也必須要承認 我們沒有估計到會快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事實上那個速度 可以說是以超驚人的速度在傳染中 那本來也信任在歐洲裡面 基本的一個公衛體系跟醫療的體系 不至於這麼快的一個崩盤 但顯然是崩盤的 所以在未來裡面這幾天 我們就非常的積極的跟各地來聯絡 那強化我們境外的 建邊境的一個管制 那現在我們大概 對於邊境管制也不得不 在有限的經濟活動跟外交公務的活動之下 我們可能會做全面性的經管 我們可能會做全面性的經管 這是不得已的措施 但我們不會把必要的 必要的 大家也重要的一些建設 重要的一些活動 那怎麼樣能夠讓 那但是基本進來都要居家檢疫14天 這都不可免 然後不管是怎麼樣 再重要的一個活動 那只是說在居家檢疫14天 怎麼樣在居家檢疫14天 怎麼樣能夠辦理重要的公務 怎麼樣做適當的隔離 全隔離的保護 來進行相關的活動 大概是我們現在在研議的一個方向 那在台灣我們持續不斷的在這段時間上 病例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快速了 大概我們大概有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我們的本土案例27例 那境外這移入25例 那時候是我們首度從境內的案例 多於境外移入的案例 但是很快的我們那個27案例一直都沒有動 那快速的我們就到境外移入的是50例 那今天還會更多了 今天當然會更多 這幾天都一定會更多了 那這兩個禮拜是我們非常一個危險的抗疫期 所以也很抱歉 能跟大家做一些簡短的報告 但是還有很多的事物必須要處理 我們每宣佈一個政策 其實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溝通協調 跟一些細節在自行面裡面 能夠讓它更完善 那我們會以這個為主 尤其這兩個禮拜 我們完全沒有鬆懈的本錢 我們必須要努力 那以上跟各位做這樣報告也謝謝 委員會長期支持本部 謝謝 謝謝各位委員 我們非常謝謝部長 敬要的把衛福部 其實一直在做 以及未來要做的跟大家報告 那也感謝我們部長陳指揮官 那個可以說這段時間的辛苦 那這一波剛好要衝進來了 所以我想大家都是嚴陣以待 那昨天十五點多 我還知道部裡面都還有很多同仁 我們都有在互動 晚上十五點多都還在繼續上班 我想是每一天從過年以來每一天都是這樣子 那能夠維繫到這樣的精神狀況是在令人敬佩 部長在 好我們為部長鼓勵一下 好那當然這是團隊的事情 部長很辛苦 在所有的工作同仁 外部的工作都很辛苦 像我們健保署也是沒有一天在 沒有一個時間在放棄來support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疫情在嚴陣的情況之下 加上也不太適合開會的場合 聚集太久 所以我們 那加上我們委員都非常有經驗 那個也都能夠命中要點的來質詢 所以我們大家發揮效力 把時間稍微收短一下 時間收短一下 讓大家 那個 在這邊的時間不要太久趕快去做事情 那該表達的 很重點的表達 平常的管道我相信都是互通的 那有這樣的背景 所以我等一下會做下面的宣告 那也拜託各位助理 辦公室的助理跟委員通知一下 如果我們時間稍微收短一下 不要不符合來 那個要稍微時間安排一下 會有跟平常 那個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那我就 現在開始巡答 做以下宣告 一 本會 委員 尋答時間 六加二分鐘 列席委員 四加一分鐘 二 十點三十分 截止發言登記 三 委員如有書面執行 請三位前提出 預期不受理 四 暫定十點三十分 休息 十分鐘 五 十一點三十分 六 六 九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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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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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開始巡檔,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張建成委員發言,莊委員請 主席我們有請次長 次長請 財務院長 次長請 剛剛那個陳部長也就是說過,這兩個禮拜就是我們這個疫情很險峻的一個兩個禮拜 那也是很關鍵兩個禮拜,那因為我們從過去連續三天嘛 從境外一路6例8例一直10例,那可能今天也會更多嘛 那,所以從境外一路的案例顯示真多,有國外死,而且歐洲居多嘛 那今天的新聞報導說這個美國50週全部都淪陷了嘛 也都淪陷了 那所以我們我國在3月19號開始 又加了這個亞洲十九國跟東歐一國 跟美國三週的這個旅遊警示嘛 提到第三期 那另外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國的人拿雙重國籍 那進入的話 就是如果一般外國籍他持外國護照 可能可以透過指紋比對知道這是哪一個人 但是如果是國人目前不需要按壓指紋嘛 如果他持我國的護照進來的話 可能只能藉由口循跟檢查的方式去確認他的旅遊史 那這個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防疫的一個破口 那所以本行讓我說目前的入境管制 應該比這個出境的管制來的重要而且有效 那所以第一個問題是想請問這個次長 就是說我們面對這個世界各國這些疫情的發布 到底他們的可信度有多高啊 那我國如何因應這些國家的旅遊疫情的一個建議啊 那像英國德國他們已經用了這個群體免疫的這個做法 就顯示說他們的公衛系統已經整個崩盤了 那剛剛陳部長有提到 那所以我們面對這個各個國家這個疫情的公佈到底 可信度多高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做這些因應的措施 那另外就是說 對於說 之前我們在出國的這個分級 一級二級三級 那我想這主要的概念就是感染的機率嘛 感染的機率嘛 那我們也隨著這個國外境外感染的這個升高 我們也知道說這個境外感染的機率開始都升高了 那所以昨天我也提出說 是不是未來入境的所有的入境者 都要居家檢疫14天而不是只有自主健康管理 因為自主健康管理它還是可以出去爬爬罩 那這方面是否 請貴族來研議一下 好謝謝 有關這個各國公佈的疫情 諮詢是不是可靠 有一些國家確實它連檢驗的能力都沒有的時候 報告的數字也沒有完全漲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土耳其 在大概上個禮拜之前呢 它大概還只有一例 而且甚至表現感覺起來比我們好 結果沒想到我們一個旅行團去了15個人就已經9個都公佈確診 所以類似的國家呢其實不少 那亞洲也有 所以目前呢 我們對於它如果是已經公佈的數字我們可以參考的 我們會依據那個來判定說它是屬於一級二級 所以國外的這些數據我們也不一定真的可信 那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是不是就是在管制的層級上面也要超前部署 就是說我們那個自主健康管理就不用了 就是入境者全部 剛才我們部長已經說明了 他待會10點半的記者會大概就會朝這個方向去說明 是好所以這個是可行的就對了 他待會10點半的記者會會針對 剛剛他口頭上也有講的 好 可能必須要更嚴格的把關 好OK 那另外就是說針對這個那個國衛院的那個副院長還在嗎 我之前有問過一個問題就是像衛福部這邊有研發這個疫苗快篩的這個經費嘛 那中醫院也有 那像經濟部工醫院也有 那像國衛院這個研發技術當然是也是很值得肯定的啦 只是說國衛院跟中醫院的研發是在競爭的一個狀態嗎 還是說像我們這種特別時期的疫情狀態下 我們可以有一個整合國家的整合的研發的能量 因為畢竟我覺得接下來的這個快篩技術跟未來這個疫苗治療技術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未來未來面對這個不知道這種冠狀病毒的這種疫情 未來未知的疫情 我想我們的這些技術的提高是很重要的 那在這一次是國衛院跟中醫院跟工醫院之間是 研發的競爭關係還是說有沒有整合的可能性 跟委員說明其實有關各種包括快篩藥物還有疫苗這三個重點 其實在行政院陳副院長還有包括吳振中政委都有密集的開會 也就是把不管是國衛院中醫院還是台大醫院都有整合起來 那整個要所謂的簡體的平台是在國衛院這邊去規劃 那經濟部科技部跟衛福部其實都整合在一起 這個媒體報導的時候 所以目前的技術也有整合就對了 就是各有各的專長但是會互相把它一起做一個整合 因為像從媒體報導上來看像那個瑞德希爾這個藥物 好像國衛院中央醫院都各有 不是那個是我們給他先行去製造有的是豪課或者變功課級這樣子 但是無可厚非的整個藥物要去使用的時候還是必須跟Gear那個公司去參加他的整個臨床試驗 那個是由台大的張上淳副校長去整個規劃 所以沒有分彼此但是因為他有成果了所以他會讓媒體知道 但是感覺起來好像他們各自沒有其實都是 而且認為說如果整合起來的研究能量可能在研發的效率上可能會更好更多這樣子 那如果有整合的話我覺得就朝這個方向繼續的去發展 因為病人過去那段時間病人只有大概三四十個的時候 那現在可能病人也不多啦 所以必須要整合在一起才有辦法去好好的去規劃 是好那這個問題謝謝 那另外就是健保署的 呃李署長 好委員好 欸署長好 那個署長昨天我在院會的那個總質詢上面有提到這個健保肺的這個問題啦 那經歷這個SARS跟無患肺炎這種中大產染疾病 就是我們大眾對於這個健保不能倒這個議題又開始重視嘛 那我們也看到說這個呃署長在本月初說健保財務可能會再亮紅燈啦齁 那是不是有調整的可能性啦 那我覺得呃這樣的說法是說這樣的秩序會不會造成呃民眾的誤解又恐慌 就是本席想在這邊再請櫃部說明一下目前健保的財務狀況 那另外說健保的那個呃是不是要擴大這個保險喔 喔 那是不是有朝向這個加護總所的這個健保3.0這個方向來進行 本市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那貴族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來 社保市 謝謝委員 因為我想這個健保的財務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這是事實 但不過這一部分的話 昨天部長在回應你的那個詢問的時候 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本身來講的話 這當然說健保會它本身有這樣一個權責 那會針對我們的收支聯動的一個情況 那提出一個整個會議的一個考量 不過蘇院長也有提到 在目前此時時刻 我們是沒有考慮到調整費力的問題 不過我是覺得說 所謂也提到說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們在推動分級醫療 那我們事實上是採取朝向 就是節省不必要浪費 那的方向再努力 是 阿羅加護總所的這方面的評估 可不可以請貴族 那這個要是保持 提一些書面資料給我OK OK 好不好 OK 好 謝謝 好 我們非常謝謝 張委員這麼準時的執行 又這麼重要的執行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蘇巧惠委員尋答 蘇巧惠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何次長 是 委員好 次長好 那因為部長 因為這個疫情嚴峻 那有重要事務 所以先行離席去處理 所以所有的問題都請你代答 所以我想第一個問題 全國的網友全國的民眾都想問 請問部長昨天有沒有好好睡覺 好啦 我們知道 我們的意思是喔 真的 衛福部還有各位 這個我們所有的努力的同仁 真的都辛苦了 那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的把第二波守住 我們大家會同心努力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好 謝謝 那再來次長 我真的很高興 剛剛在部長離開之前 已經聽到有這麼重要的宣誓 而且您剛剛也說 即將在10點30分的時候 會有記者會 對於我們的邊境管理會再度加強 因為我的第一題啦 你看聲音密麻麻 就是要跟你說 真的 昨天部長說幾乎了 這個全部的國境 要有更強的管理 甚至就是國境封閉 這樣的幾乎了 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台灣從去年的12月31號 甚至還沒有總統大選投票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超前部署 對所有的邊際做非常大的管理 以至於我們能夠守住第一波 但是隨著疫情一波波到現在 其實 其實現在已經有馬來西亞加拿大等15國 都已經對自己的國境做了關閉 也就是繼續維持邊境管理 境外阻絕這樣的概念 那麼到這個時間來講 台灣過去超前 那麼相對來講 我們是不是有所不足 所以所有的國人都在問 我們什麼時候要做這個決定 很高興剛剛聽到10點30應該會有重要的宣布 我們在這裡期待細節 但我們繼續追問 次長 邊境管理就算是國境封閉 也是對外國人禁止進入 而對於我們自己的國人 也就是台灣的全體國人同胞 包括留學生也好 包括台商也好 包括世界各地的旅客也好 台灣人忠喜要回來台灣 我們現在全世界都說回家最安全 所以大量的台灣同胞要回來 甚至機票再買不到 那我們就要說 就算我們做了邊境管理 我們現在對這樣要回台的人數掌握了多少 他們即將回來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處置措施 我們是不是能夠再繼續守住這一關 這要請次長跟我們說明 跟委員說明 那個昨天開始已經對於所有歐洲的回來的 包括現在有列入三級的將近96個國家 所以都要進入居家檢疫14天 所以這是包括回國的國人對不對 另外今天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是 過去14天從歐洲回來的 就是所有溯源 溯源管理 對 也都要進行這樣 那剛好在過去那段時間 包括警政衛政還有民政 對於所有居家檢疫的 不管是用我們的 醫化的一些工具 大概都建置好了 是 所以我們目前呢 大概就把這些建置好的一個工具呢 會使用在回溯性的那個 也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十點半可能要宣佈的 就是第一再次加強更強度提升的 我們的邊境管理 但回國的國人同胞們 這些一定要做居家檢疫 而且是回溯溯源 把範圍更擴大 但其實我贊成剛剛莊委員說的 事實上我們現在如果是只有 針對第三級的地區回來的 才做居家檢疫的話 也許還有破口 所以我贊同 莊吉成莊委員的說法 也許我們可以 隨著疫情的變化 再做更大的範圍 要求 要求所有的 曾經旅外的 這個不管是國人同胞也好 或者因為你做了邊境管理之後 有產生影響的人 適度的再加強 這點次長應該是可以研議吧 這是一段矮啦 應該是十點半也會一起說明 好我再次說 本席贊成這樣加強的邊境管理 我認為這是考量台灣的檢疫量能 既然我們歡迎國人同胞要回來 他們會帶回來的風險有多高 不知道 但不論多高 我們都一定要協助來處理 所以我們的檢疫量能也好 醫療量能也好 應該要用在這一些反國的國人同胞身上 因此本席在這裡公開表示 我會贊成這樣加強的邊境管理 這是我們的第一題 謝謝次長 那第二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說 其實隨著疫情的發展 我認為這已經不是實體的防疫戰而已 這甚至進行到了 輿論戰 資訊戰 新聞戰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 他現在號稱對外宣傳說 他的疫情已經都獲得了控制 所以呢 他不但是控制了自己 而且 他提出了一個大外宣計畫 他們當然不說自己是大外宣啦 但很明顯的他提出了三點 第一個呢 他說 疫情不是在我這裡 這是美軍來的 帶來的 他推卸疫情責任 第二個他推廣中國防疫模式 第三個 他說 這個我現在要對全世界提供了這樣的防疫的捐助 他等於是喔 其實我看到 國內現在竟然也有媒體也開始採用這樣的論述 就是中國犧牲了自己 中國犧牲了自己 幫全世界爭取到兩個月的時間 讓全世界有能量 有時間去對抗這種神秘的新興病毒 市長 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當然不同意 市長 你覺得中國的疫情獲得控制了嗎 他很多媒體 至少他沒有管控到的消息是說 他封了解封又再封 所以這個反反覆覆的動作 就知道他的狀況其實一直都不穩定 事實上中國的疫情 甚至全世界這次的疫情 之所以會擴散得如此的範圍之大之強烈 一開始就是因為中國隱瞞了疫情的相關資訊 所以我們既不知道他怎麼開始 我們也不知道他的範圍也多大 甚至不曉得這個病毒是怎麼去演變的 所以才會搞到現在變成這麼嚴重的事情 而且擴散到全世界 現在他竟然可以倒過來說 是他犧牲了自己 為全世界爭取到兩個月的時間 這種宣傳論調 如果用中國的金錢公式 在全世界這樣鋪天灑地的輿論下去 我相信這會變成一個新的定調 因為你看 昨天光是這樣的新聞 已經有11億人次的點閱了 這個如果一開始不關心的外國人 法國人美國人 他如果讀到這個 最後他的輿論影響是會偏向這邊去 那過去台灣的努力 現在我們說有23個國家 對台灣說我們做得很好 甚至今天連我們小時候看長大的Ricky Martin 甚至是很多的明星都說台灣模式很好 各國總理紐西蘭也都說台灣很棒 但如果我們沒有加強這一塊的話 我會認為我們真的有可能 我們的優勢 我們過去累積的努力 我們所做到的防護貢獻 會在這一波被消失 因此我在這裡非常具體的建議 甚至是要求 第一據我所知 台大公衛學院 台大的公衛學院 在今年4月也就是下個月 已經確定要舉行國際防疫線上論壇 這是台灣的這個學者學界 非常非常重要的這些老師們 他們願意集合在一起 把台灣所有的醫療公衛政策 經濟產業等面向 要召集所有的國際組織 國際的專家學者 一起來做這樣的線上討論 而且全程直播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他雖然民間發起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次長在這裡承諾 其實應該要給予更多的協助 我認為這個台大公衛學院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當然 當然嘛 那第二 我也想再建議 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應該要主動召開 線上的交流研討會 第二個 我認為衛福部這邊 可以去帶動要求整合各個部會 像是外交部經濟部等 把這些資訊呢 整理出來 變成是有外文的系統 可以讓第三個 全球的台灣人 一起把台灣的防疫成國進程 讓更多的人知道 台灣 can help 這是我們真正做到 也在努力的事情 我希望衛福部可以 不只是實體的防疫的過程 甚至是連下一階段的輿論戰 新聞戰 我們都希望衛福部能夠超前部署 讓台灣真正能夠在這一次 站穩腳跟被世界看到 跟委員說明 目前在每日例行的記者會 其實外國國際的媒體 越來越多 非常好 第二個 我們實際上CDC有個網站 它是可以用英文的 我們所有的防疫工作 非常好 都有那個網站 我們都要把那個網站 再往外去 我認為 我認為 這個可能衛福部的人員 已經很辛苦了 也許是整合外交部 或經濟部等等 讓這樣的資訊 可以用不同的外文 更容易的被傳遞到全世界 這是我的期待 也是我的建議 我希望全球的台灣人 都可以一起動起來 幫助我們自己的國家 不但是實體防護的這個保護罩 站好 甚至是連輿論戰都能夠站穩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蘇委員 謝謝次長 好 我們接下來請吳斯白委員 巡黨 委員請 有請次長 謝謝 次長請 委員好 次長好 首先肯定 衛福部以及防疫中心 這一段時間以來的辛苦 和努力 尤其對境外管制 很有效率的 等一下開記者會 採取嚴格的措施 就是從這個角度 我第一個要質詢的是 基層的防疫破口 有可能會造成社區感染 因為本席辦公室 接到很多村里長 李幹事的電話 我就回去 在我們樹林區 幹原里里長 到我社區來告訴我 現在的防疫管控措施 在基層 有一個主要的缺口 就是時間差 我們現在居家隔離 是衛生單位通報 居家檢疫是 民政單位通報 那民政單位通報到 村里長這之間 有三天的時間差 昨天的媒體也報導 台北市 我去看了 桃園 台南 我們都去查訪 都有這個現象 我們希望 從中央到地方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甘原里 樹林區甘原里 是台北大學這邊 一個新興社區 十幾個大型的社區 四百多戶到八百多戶 不等 是樹林區最大的里 里民一萬六千多人 我們實際知道 兩到三個案例是 他已經被通知居家隔離 三天以後 李幹事才知道 通知我們的里長 那我們這位里長 非常認真 就很驚慌 這三天 這個人到哪裡去了 各位都了解 新興的社區 幾百戶 他居家隔離 他家裡有四個人 就五個人在一起 他有沒有家裡人 都跟著戴口罩 他在社區公共設施 去參加各種活動 因為社區不知道 管委會也不知道 因為要個私的問題 可是因為不知道造成 如果這個社區 八百戶被感染 那就是很典型的社區感染 那麼那種秘籍式 住宅社區的一個北大特區 大家都要去超商買東西 去加勒服買東西 那個影響起來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希望 衛福部從這個角度 不同系統怎麼整合 讓這個機制通報 不要產生時間差 是不是市長能回答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在這邊特別要感謝 全國的里長 里幹事們加入防疫的團隊 幫我們一起來做 居家檢疫這部分的工作 那有關剛剛特別提的一些案例呢 其實在早期用紙本的時候 或者是民眾填寫的資料不全 確實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那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呢 其實我們盡量把它一化 現在整個線上申報的 也有已經達到60%到70%的使用 所以目前我們的目標是 瞄準到不是只有三天 是希望24小時就可以從 我們邊境管制的到 衛政跟民政可以都知道這些訊息 我希望衛福部能採取更具體的措施 因為不是有紓困條例嗎 那麼經費不夠 擴增一些人 臨時性的人員 用電話 其實很多村里幹事 我所知道 他並不是那麼會使用 一化的東西 但是現在因為 從外面歐美在境外回來的 這些人 回到社區 兩天到三天我們才知道 又有個資保護 所以我問我們的社區管委會 他說他不知道 我們社區已經有人居家隔離了 那他這個整個電梯間公設的 現在我們 我所知道的 很多社區都把公設全部封閉了 就是怕社區感染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時效性 請衛福部要注意 我們滾動式的 已經在處理這件事情 好 我第二個問題就是問 最近已經媒體炒作了 非必要去這些第三級國家 那麼這個定義要講清楚 我覺得指揮官已經講得夠清楚 但是希望在法律用語上 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什麼叫非必要 而不是說一個案我們再來認定 那麼給人民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會造成很多未來的法律爭端 這一點提醒 衛福部跟防疫指揮中心要注意 好嗎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今天晚上六點四會針對這個事情 再做一次的會議 是 希望做更明確的定義 把這個非必要 把它講得更清楚 第三個問題是提醒 我為第一線的這些醫護也好抗疫的人員 說幾句話 現在防疫中心做得很好 把第一線醫護都有補助 每日預定是一萬元 給醫生跟護士 護理師 但是第一線不只他們 清潔工 保全 治工 還有檢驗的這個篩檢師等等 那麼我曉得衛福部已經有考量 我希望儘快 因為這些人都屬於第一線的工作同仁 都有接受不同的待遇 他也有很高的感染風險 希望能儘快將不同的第一線做哪些補助 很明確的告知讓他們安心 是不是請衛福部簡單說明一下 是 有關委員剛剛所建議的 我們都有充分的在討論準備 對 可能適時我們就會再做一個說明 大概什麼時間可以公告相關的補助 跟委員報告 就如同委員所指出的 其實醫療是一個團隊 那麼包含第一線的醫事人員 也包含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們目前的規範方向 除了第一線直接照顧者的醫師跟護理人員之外 那麼採檢的時候 那麼相對是風險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風險津貼 那麼另外呢 整個團隊的績效 我們會根據整個收治情形 還有他的這個防疫的表現 會有個團體績效 那中間有一定的比例 一定要讓第一線的人員分配到 好 我希望把第一線的人員的分類定義 一定要做到很周延 不要讓那些清潔工很底層的保全 治工產生說 我在第一線那麼危險 都沒有考慮到我 請特別注意這一點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 非法移工這個破口 非法移工的口罩需求 他因為很多法律的因素 他可能生病不敢去看診 也不敢去拿健保卡去刷口罩 這一部分存在已久 請衛福部考量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跟勞動部跟其他部會 怎麼來配合彌補這個疫頻的漏洞 好不好 謝謝委員 這部分我們已經跟勞動部在處理當中 好 我希望有效率 因為我們現在外面傳進來的疫情非常嚴峻 我們裡面自己的把關很重要 最後我再提一個問題 這兩天接到很多台商給我辦公室的電話 我們武漢的這些台灣同胞們 第三次包機什麼時候可以成行 或者是不是能考慮把他們被註記管制 這個事情取消 即便他現在完全沒有問題了 他也不能到任何大陸其他城市可以飛回來的回去 因為他被註記了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已經等了很久了 只有一句話 我們想要回家 我希望疫情指揮中心在這一方面效率能夠快一點 要不你就盡快第三趟包機 要不你就把它註記消除 他自己想辦法回來 而不是擺到那邊 讓他們自己去 那種感覺 對我們的同胞是不好的 請衛福部轉達指揮中心 盡快處理好嗎 好謝謝 謝謝市長 好謝謝吳委員 謝謝市長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廖婉如委員尋答 廖婉如請 好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請以下次長 好市長請 國安好 執長辛苦了 部長那個來去匆匆 有重要事情 那我想針對衛福部這次的防疫的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最近部長一直在呼籲說沒有必要的話不要跑去第三級警告的地方 不然的話會取消一天一千塊的防疫補償金 然後會加徵必要之費用 我想剛剛那個委員也提過那個非必要或者是必要出國的這些來講 你怎麼定義 然後那個加徵必要的費用大概是哪些 那個衛福部定了沒有 今天晚上六點會針對 討論 討論 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他們都境外移入的 這個確診病例為主 但是現在我們也知道 昨天的新聞 幾乎 那個在海外 就是國外的留學生來講 幾乎將近六七萬個人 他們都急著想回家只是買不到機票 因為很多停航了 所以這些來講對他們來講也是一種負擔 可能要更明確 尤其在防疫當中,這些歐洲的留學生來講 對我們如果說回到國內的一些聚焦檢疫的問題等等 我想我們衛福部都要做非常完善的一個規劃 不然的話,一下幾萬人進來的話 說真的,真的可能會像我們部長所講的 會不會有社區感染,包括未來能不能禁止入境 這些都是幾乎快到了時間 那你說10點半要開記者會 我想我們也要聽一聽這些消息,等一下趕快去聽 第二點我想問一下,那個英國的首相強生有講說 他們放任民眾軟病,有一種群體免疫 那這種事在醫療界上是可以的嗎? 在台灣可能會變成這樣子的處理方式嗎? 那如果像這些國外留學生進來的話 已經受到群體免疫的這些真的有抗體嗎? 跟委員說明,有沒有抗體目前可能沒有一個檢驗試劑 能夠去全面的篩,所以不知道 第二個,英國會這樣子做是因為它自己本身的醫療的能量 還有它本身已經在社區裡面已經大量的在傳染了 另外一點是它的醫療費用相當的高 這種在醫界的話,這種是可行嗎? 在台灣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能做多少? 一定是盡量從公共衛生、防疫到醫療整個量能上面去補強 我是想說,在整個醫療的這個做法當中 這種是可行的嗎? 群體免疫? 已經沒有辦法,幾乎是已經失控的人才會用這個方式 它等於是說 但是它現在也已經要求它的民眾不要去酒吧 不要去公共的場所 所以它也在改變了 因為它自己國內的民眾對它也都要指責了 是是,好 我想這個防疫的問題 對台灣來講 我們第一階段做得很好 但是既然境外移入這一塊 可能是衝擊我們非常大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會做得更完善 包括這些預防措施也好 包括可能面臨的問題也好 都有一個非常貼切的做法出來 另外我想問一下 那個市長 現在很多在基層當中 很多都會拿那個慢性處方簽 三個月就每個月三個月這樣領慢性處方簽 那能不能延呢? 現在很多慢性處方簽的大部分都是中高年齡的患者 那如果他們每個月到醫院去領 包括到診所領的話 可能都會造成比較大的感染的危險 那這些能不能延長慢性處方簽的時間 不要說三個月可能就六個月啊 四個月五個月這樣子 預估疫情的時間點 然後給他們不要再進出醫療場所這樣子 委員說的重點就是要減少他們到醫療院所去 一方面也讓這些醫療院所的人 不會有外面進來感染風險 或他自己在醫院裡面可能風險也有 相互之間對 所以我們目前是盡量說 給民眾要領處方簽的這個部分呢 盡量方便可能是帶領 那另外如果說是不是要延長到六個月 要看他特殊的一些情況 我們會來加以考慮 可以考慮了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在南部的話說真的要領慢性處方簽 要到藥局有些人不見得有藥 所以還是要到醫院領 那這對他們來講感染的機率當然會更高一點點 所以像那個魏夫婦昨天提出來一個建議 另外我想提出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你給我的資料 就全國的負壓病房大概1049床 那當然啦 昨天的媒體已經透露了 那個我們大概有1100床 昨天的新聞說1100床的負壓隔離病房 除了這個如果萬一疫情嚴重的話 有將近兩萬的隔離病房 那這些南部 南北有沒有失衡啊 其實我們都會按照所有感染症防治網 會部件所有的這些病床數 所以沒有所謂南北的差距啦 我們能夠讓它比如說 你看怎麼會不會有南北的差距呢 像我們屏東負壓隔離病房就24床 我們是一個區域 區域來講當然還是差很多啊 還有按照人口的比 你看金門連江才四床兩床而已 按照人口比 那未來的隔離病床的話應該都有 兩萬一千床左右 兩萬一千床 可是分部呢 我就擔心的是南北差距啊 當然北部人口多感染的機率是高一點點啊 但是你也不能說 南部大概感染機率低的話都沒有足夠 當然 所有的民眾我們都要照顧到 對 是 所以這一塊來講我們希望說整個隔離病床也好 敷藥隔離病床也好 我們都要非常 事先為你籌謀安置好 不要變成說 大家都要擠到大醫院去 那就很麻煩 更麻煩了齁 好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齁 現在 很多慢性處方前 包括現在帶來講說 藥 很多原料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所以現在很多藥局講 我們 我剛剛講的我們南部地區要領藥 可能要到藥局 可能要到醫療院所 那可以到藥局領的 常常是沒有辦法備那麼多藥 所以藥局擔心是 不是防疫的問題是要領藥時候 藥沒有了那才要命啊 那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呢 各位說明 目前大概從醫院或者相關的單位 我們都要求他備藥 至少要有六個月的安全存量 一般藥局也是 藥局的話 因為他的儲存空間有限 但是我們有一個機制就是說 你真的會缺藥的時候 你可以通報到我們食藥署 食藥署會去協調 藥室工會或者其他的藥商 去處理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就是 目前都OK 應該現在有些慢性處方間 有些真的是 中高年齡層的 他的慢性處方間 如果一些用藥啊 或者是心血管的藥啊 或者是一些三高的藥 如果真的斷的話 真的也是另外一種麻煩 不是防疫的問題 是另外一種疾病的發生 所以我想這一塊 那個衛福部也要特別注意 另外一個 你在整個報告當中 有一個偏鄉醫療的資源 我想本期來自於屏東縣 屬立屏東醫院 恆春旅遊醫院 你現在是旅遊醫院 但是我覺得 當然現在有在興建 什麼時候完成 恆春旅遊醫院的興建工程 目前 我請那個衛福會 複職員來說明一下 委員好 目前還在招標中 對啊 可是你的報告說 民國111年開幕 都還在招標當中 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恆春旅遊約在開工 我都沒有看到開工 結果還在招標當中 可是你這邊已經說 預算都有了 10億多啦 多少錢多少錢 蓋地下一層 哪有病床幾床 我是覺得報告 怎麼跟你現在差距 還在招標當中 但是你報告當中已經說 已經 已經要開幕了啦 快完成 快完工了 我想差距太大了吧 還是我看錯 跟委員報告 那個 我們是委託營建署來代為處理 所以你寫報告的時候 也不想得進度嗎 那也太離譜了吧 那是之前的計畫 之前的計畫 照寫 照抄照copy 照貼就對了 所以我想這一塊 屏東是一個偏鄉 尤其恆春旅遊也是偏鄉 雖然有 肯定國家公園 很多旅遊的醫院 呃 旅遊的觀光人口非常多 但是一直強化 我們一直強化說 未來在醫療上 尤其 尤其觀光地方 有交通事故很多的 重症的也好 或者是 那個一些意外傷害的 都要後送 但是呢 醫療非常缺 不僅僅在恆春喔 我希望說 那個衛福部這裡呢 特別關注一下 鼠屏也是一樣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那個主席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手在脫皮 我那時候到義大 高雄義大 從評論院到義大看喔 因為他說你要照光 照一些什麼 多少坡的照光 那個邱主席一直在點頭了齁 然後呢 我開一個小時到高雄 照30秒 我想這怎麼行 我後來到鼠屏說 有沒有照光 他說有 皮膚科有照光 結果呢 鼠立屏東院沒有照光 就是全身照光 為了照手 我要從頭包到腳 然後全部護照照起來 用冬天的衣服照起來 然後手伸出來給他照 30秒到一分鐘慢慢加長 加長 後來我到一個朋友 非常知名的委員的哥哥那裡 朋友 他的撞光機是像一個梳子一樣自己照 我說喔 照光機怎麼差那麼多啊 所以呢 到鼠屏醫院 那個屏東醫院就跟我講 我願意幫我 那時候我還沒有當委員 他說 唉唷真的很希望 有立法員幫我們申請 手部的照光機 我們全鼠屏醫院 只有全身的照光機 所以我要照手 要照哪個布 要全部包起來露出那個地方而已 我想 這個就是設備上的差距 所以我們希望 那個屏東醫院的那個設備來講 偏向地區的設備來講 趕快提升 好不好 還有很多細節 再跟您請假 謝謝 好 我想 我有一說請假的 希望都能夠 想辦法具體的回覆 郁堯聖老師要 小弟如果能夠貢獻的再找我一下 那個 好 謝謝 我們廖委員的審答 我們接下來請洪森漢委員審答 洪委員請 請何次長 來 次長請 委員好 好 第一個還是要先說 衛福部的同仁大家辛苦了 好 那只是我 今天想針對的這個 這個 這個尋答的題目 其實是比較針對這個 污名的一些疾病跟人的 人這個心裡面感受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事情是次長 你應該記得 首位這個確診出院的女台上 她曾經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上面寫 第一句話就寫 我記得很多媒體報導 這報導說 她寫說沒有任何一個人想要生病 次長你應該記得這封信 你記得這句話嘛對不對 那 我們其實在 現在已經有大概70幾個案例 讓我們當然很清楚 確診者大概除了自己生病以外 其實當然她也會成為 另外一個新的這個風險源 那 其實 常常相比於自己的生病 往往 對這些確診者心裡更大的壓力 是怎麼樣不要感染別人 不要讓自己成為下一個感染源 那 讓這個感染的這個事情 自己變成一個感染的途徑 讓 社會更多人得到 這個肺炎的疾病 那 所以說 只要 她其實並不是故意的得病 其實我們這些確診者 她其實都是在一種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承受了這個生病的苦 也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承受了擔憂感染給別人的心裡的壓力 所以次長我想請教你 廣義的來說 只要不是去故意感染的 自己故意要被感染 只要不是故意的 基本上 我們這些確診者 都算是廣義的受害者 次長同意嗎 當然 她自己得病 對我們醫界來講 或者對任何社會上都應該給予關懷 好 那我想從SARS的 我想這以SARS的案例為例 其實當時社會因為對於SARS的不了解 都產生了很多的恐懼 甚至對SARS感染者有很多的排擠 包括她的家人 所以我想請問次長 其實你還記得這些事情嗎 包括我這邊提了之前週刊就寫過的案例喔 有一個被稱為超級感染源的女士 她的家人被附近的鄰居嚴重的歧視跟排斥 她的兒子超商去買東西 不讓她這個店員會跑到櫃檯後面要躲開 那甚至買便當也被趕 甚至搭計程車計程車司機也不在 像這種狀況 那甚至 最後這個女士她覺得自己在害別人 甚至想要咬舌尋短喔 那還有另外一位呢說 這個媽媽她知道 因為知道社會怎麼看待這樣SARS的病患 所以她只敢趁凌晨沒有人的時候才敢出門 所以我說 以這些個案上面 從我們SARS的經驗的個案來看 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喔 呃 整個社會可能因為對疾病的不了解或者是汙名 所以對這些病患 甚至她的家人 產生更大的壓力 甚至這個壓力有時候是超過疾病本身的 那我想跟次長也交換一下意見喔 那個陳部長其實之前 前幾天她曾經說喔 這個她是這樣說 她說肉收會造成確診者跟民眾社會的對立 造成很多人不敢被隔離 擔心家人受影響 一旦大部分的人都隱匿不敢據實以告 對防疫工作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是部長之前說的話嘛 在這個記者會上面曾經說的話 那 所以 當這些感染者 被汙名 甚至社會的歧視 當然 就會害怕出來就醫 所以 如果這樣說齁 下一張齁 其實我們有很相近的看法喔 所以如果這個社會使用的語言跟行為 對於確診的案例造成歧視跟排擠 這其實都包括對她或對她的家人造成的打擊 造成的心理難以承擔的這個心理的壓力 其實當然會讓她更加的逃避更加的消極去面對 救醫這件事情 所以會延誤了救醫的時間 甚至也脫藏了社區感染的可能性喔 那 部長我想 自然我想請你回想一下這個 包括 第32例喔 這個有一個 印尼的這個 女性的看護喔 在她確診 知道她確診以後 很多媒體用 趴趴罩啊 用說 什麼四處流擊這種方 其實很負面的方式在形容 這一位女的看護喔 包括我們在第19例的這個 已經死亡的 這個 白牌的司機 或者是疑似感染源的這個 浙江的台商 這幾個都是很有名的案例 那這幾個案例大家在社會在描述的過程裡面 其實一些有意無意的標籤化 其實對她產生生病 這個 除了她自己生病以外 其實她的心理壓力 是真的是比一般的個案 來的承受更大的這個壓力的狀況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是 其實對整體的防疫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其實這邊想要問次長喔 你覺得 在這次我們防疫的過程中 如果社會各界 不論對自主健康的管理者 或對於居家的檢疫者 對居家的隔離者 甚至確診的案例 是否應該要有一個 更客觀持平的描述方式 跟對待的方式 其實這樣比較能夠兼顧 我們在防疫過程中 這些案例 疑似案例或確診案例的人性的尊嚴 次長同意嗎 跟委員說明 我們部長指揮官 在很多的場合說 有些各界要求要公佈所有的 包括他的足跡 或者感染對象這些 各自的部分 就是因為考慮到說 類似委員今天所提的 如果在防疫上有需要 他是刻意逃跑或什麼的 我們當然會另外處理 但是對一般的染病的人 其實誰知道每個人都有機會 所以這人性其實 我相信在台灣 是越來越進步的一個社會 所以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其實希望衛福部可以 以這個 維護個案的人性的尊嚴 包括是降低他們心理的壓力為主軸 那我覺得我們來做一份 給社會大眾或者是媒體 一個怎麼樣子 對於這些疑似 或者是確診案例的 去屋名化的描述 跟對待的一個這樣的相關的指引 我不知道 像這樣 我這樣的建議衛福部 是不是可以來嘗試看看 做一份這樣的指引 我想 最近媒體都有固定我們的 這個公益頻道會播出 我們防疫的一些 短片 那我想可以把這個題目 如果我介意回去 看是不是朝這部分 來做一個短片的說明 好 我很希望不管是不只短片的說明 包括是有一個比較操作化 甚至可以找一些社會科學的專家 來討論一個這樣的指引的方式 提供媒體或社會大眾參考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一件事情是 市長前幾天這衛福部其實也表示 非必要前往山西旅遊地區的旅遊者 那當時衛福部用了一個詞叫做 明知固犯者 也就是說 在這個明知固犯者的狀況之下 不會去補貼他的居家檢疫的這個補助 甚至也希望 也要他自付這個醫療的費用 甚至重點是後面 如果他確診的話 會將公布他的姓名 也就是說 希望用比較用輿論的壓力 來產生一個嚇阻性的效果 那我們剛才其實討論到 剛剛的狀況其實知道 像這種輿論的壓力可能都會造成 他們其實蠻大的一個心理上面的壓力 好 那我必須先說 我當然絕對贊成 我絕對贊成 我們應該盡量盡可能的去減少 像這樣子高風險出入境的行為 所以我也同意 我們不用 確實不用給他這隔離的補貼 甚至也應該讓他自己自付 這個相關醫療上面的費用 我們的公共的資源 其實不應該用在像這樣的行為之上 可是我想跟部長比較討論的是 公布姓名的這個方式 我這邊先不討論關於法律的問題 但我想要先說的是 比方說我們再說明知固犯 明知固犯這詞 它代表的是這是一個不應該的行為 或者是 它其實不是那麼無辜的意思 我想明知固犯有時候帶有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這邊有個情境想問一下部長 今天如果有兩個兄弟 這兩個兄弟呢 他們一起心存僥倖 一起明知固犯 到這個第三級的這個疫區裡面去玩 結果呢 有一個感染確診 回來以後一個感染確診 另外一個比較幸運沒有確診 結果被感染的這個要被公布姓名 好 那 不用被感染 就沒有被感染的不用公布姓名 那邏輯上面來說 我們就發現有些事情很奇怪 第一個 他們確實不是故意去染病 但是存著 心存僥倖 但是他們其實犯下的錯誤是 他們一起心存僥倖 明知固犯 如果這個行為該處 如果該處罰的話 應該是這個明知固犯的行為該處罰 應該是這樣嗎 市長沒錯對不對 好 可是如果公布行為是一個合適的處罰的方式的話 但是為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政府的處罰方式 應該是針對錯誤的行為 怎麼會是在他錯誤的行為之後 還要看他幸運染病還是沒染病 看他的幸運與否 再來表達 再來給他這個處罰的方式 這好像就不太合理 我其實非常非常困惑 我不知道 這個市長 能不能回答我的困惑 跟委員說明 有些話是 講的比較嚴重的一個措施 但是實施的時候 其實也會看實際的狀況 要有一個比例的原則 所以委員今天所講的 在今天晚上 晚上6點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這些措施在開一次會 是 那我再把委員的意見 轉達到指揮中心的回應 是 那我也想提醒 因為剛剛像這樣子公布姓名的方式 也很有可能會造成 其實他可能 他自己在這個回國以後 居家檢疫的期間 他可能想到 可能會被公布姓名 而心裡巨大的壓力 在這種狀況 他可能有一些輕症的疑似的 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逃避 他可能退縮 延後了就醫的時間 反而脫藏了 他可能感染的家人 或者是社區感染的時間 所以我們表面上面看起來 是產生的嚇阻力 可是實質上面 可能反而產生了這個防疫的破口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 上訴這幾個理由下來 我很希望次長 包括可以帶回 衛福報告幾個東西裡面 去重新討論一下 公布姓名這個方式 到底是不是一個適合的措施 是一個適合的處罰 當然我必須說 我自己都贊成 我們盡量減少 像這種高風險出境的狀況 那如果他明知固犯 如果心存僥倖 我們公共資源應該減少 給他的協助 這我非常非常支持 但是我認為公布姓名的方式 有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這我還不講法律的問題 那請次長帶回去 跟部長一起研議 好嗎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洪委員的審檔 我還是拜託各位委員能夠準時 那因為我們今天稍早有宣布 十點半要休息十分鐘 讓大家可以上上廁所 照顧身體健康 提升免疫力 那請我們在 張玉美委員尋打以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跟大家宣布一下 接下來我們請 習次龍委員尋打 習議員請 謝謝主席 主席我一定會準時的 請何次 來 次長 委員好 委員好 次長好 所有的我們這個防疫的團隊 大家辛苦了 請大家加油 趙偉前天也辛苦了 自然我們 最近的這個確診數來看 大部分都是因為搭乘這個 國際航班 回來的 剛剛有幾位委員 也有提過 您 也可能一樣的回答 十點半 我們指揮官可能也會宣布 簡單講 我也在這邊建議 我們這個理由警示 跟這個防疫管理的 這個處置 能夠脫過 簡單講 就不管你 因為變化太快了 所以不管你一級 二級 三級 那個警示的國家 是不是 不管 本國人 外國人 來到台灣 我們就 居家檢疫 14天 這個是給您的一個 參考 可能等一下會有答案 也不一定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的家鄉 也有這個台商 在武漢 他從第一班飛機 之前 就在有報名申請等等 回來的三班 他還輪不到 所以說 當然可能也不是 我們這個衛福部的事情 當然在你那個 疫情指揮中心裡面 可能是不是也有討論到 有沒有在繼續進行 第四班 或者是第五班 有在 有可能的 回來的可能 或者是 第二班 第三班的 還在隔離中的 這些場所 是不是還沒有騰出來 還不能讓他們回來 還不能讓他們回來 或者是說 就是 還沒有騰出來 我們也有 還有其他的地方 準備著 其他的隔離的 這個場所 是不是 請何次您了解的範圍內 是不是可以 回答一下 好 跟委員說明 我們院長指示幾個原則 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 再加上 必須量力而為 跟對等 那量力而為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 1500的 那個集中檢疫的 一個場所 所以如果一下子 擠進來超過我們這個 還可以使用的空間 當然會有問題 那我簡單一句話就是 我們隨時都準備好了 那跟陸委會保持密切的一個溝通 那也希望說能夠盡快的 那對於 不管是在武漢 或者是像這次被秘魯 或者其他國家 阻礙的國人 我們會盡量朝 越快速越有效的方式 讓他們能夠回到台灣 好 謝謝佛志 等於是說那個陸委會 是他們去處理那個 那個兩邊的事情 只要他們處理得好的話 當然 可以回來 我們隔離的長手 那些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OK 謝謝佛志 再來就是說 我們一般了解就是說 我們這次的新冠病毒 好像比較 是 存餘它的8點多度的這個溫度 當然 濕度好像也有關係 我主要講的意思是說 好像現在比較 確診數比較 多的好像都在北緯 38 40度左右 我們是希望說 上次好像聽一下指揮官 部長講說 那個病毒好像要到 50幾度 才會騷走的樣子 50幾度不要說病毒死掉了 人也差不多那個 那我的主要意思是說 是不是 到我們這個天氣 慢慢的這個暖和起來 甚至於我們 像我們台灣的夏天 三十幾度 三十七八度 我們夏天也會到這樣 那時候是不是傳染力 種種 都會 降低 當然跟濕度那些 種種有關係 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當然不是說 三十七八度夏天 通通通都結束了 各位說明 如果看現在世界各國的個案數 我就舉馬來西亞好了 馬來西亞現在 很熱啊 它還是三十幾度 它現在已經要封鎖十五天了 所以氣候也許會有一點點的 如果我們防護得好 在環境中的溫度 可能對它是有點影響 但如果說你防疫工作沒有做好 保護工作沒有做好 我想不管外面都自己度 傳染的情況還是在 所以我們也不能期待說 夏天溫度高的時候 所以主要是還是自己的 那個防疫工作要做落實 才是重點 好 謝謝市長 也增加我們一點這個了解 再來就是有關這個口罩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問題 這個前天 昨天志龍也在總資訊的時候 也在建議一下 因為都會行的這個 譬如說台北的捷運 不要說保持一公尺這個距離 幾乎人幾人 可能十公分的距離就不知道 在不在 到不到 當然一方面可能這個 口罩國家隊的這個產量也出來 是不是要比較具體一點 要求說搭捷運 類似這個公共運輸的 當然也沒有什麼罰則 是不是比較強烈一點的建議說 一定應該要戴口罩 當然我們的指引好像 也還沒有更正過的樣子 集會的是有更正 但是有關口罩的這個好像沒有更正過 然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口罩國家隊 大家很辛苦 那我知道 一直說這個產量慢慢會增加 增加到一千萬片 一千兩三百萬片 但是我們目前為止 都還是在維持著七天三片 七天三片 我早上還在聽到一個 相信反應 他昨天在苗栗走的三家醫院 他都還沒有排到 還沒有買到 不管怎麼樣 我是說 產量既然出來 當然 前線的 那些 要用的 當然一定要 要先保留 三倍口罩那些 通通要保留 是不是有可能 七天三片的 會增加 各位說明 如果剛剛特別說 跑了三家藥局還買不到 我們現在有個調控的機制就是 有些藥局存貨比較多的 我們會停止供應 然後把貨源調到 比較常賣光的那邊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口罩的實名字2.0 已經開始有預購的人了 那第三個就是 剛剛委員特別關心 如果現在產量已經到一千多萬 是不是要朝那個方向 增加他的一個購買量 其實都有在討論 但是目前 10點半不會宣布 這個不會 七天三片的這個 10點半的可能是 針對這個管理 進管 那什麼確診數的那個 可能又在下午 這兩個 會不會今天 再待會兒就先公佈今天 已經確診的數字 不過剛剛聽了 部長講的是有點擔心 他好像今天要公佈的那個 數字好像會大過於昨天的樣子 他剛才我已經也有提到 我猜他的意思也是這樣子 好 謝謝兒子 謝謝主席時間到了 我很準時 謝謝 好非常感謝我們 許委員 的尋答 非常感謝 那 我先是次長 好我們接下來請 張義美委員尋答 張委員請 主席 呃 大家早上好 在這幾天呢 在這幾天呢 又增加了幾位這個 國外回來 國外回來確診病患 所以各位防疫的這個 衛福部的同仁們 大家辛苦了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就 這個 來 這個請教 這個 吳秀梅署長 就 食品安全 防疫期間呢 我們還是要讓民眾呢 呃 吃的安心 食品安全 委員好 署長好 在這個防疫期間呢 這個 食藥署呢 現在 農曆的1月17日 預告了修正了這個 農藥殘留容許量的標準 然後呢 在一個月之內呢 不到一個月之內又 又再次修正預告 我想請問 在這過年期間呢 還有 防疫期間 兩次的這個快速的修正 是不是讓民眾感覺到 是不是悄悄在放寬 農藥殘留標準呢 而且這次呢 修正關係到殘留 容許量呢 多達149項 然後呢 農藥有45種 我想我現在 今天我要聚焦在一個農藥叫做 佛派利 佛派利農藥使用於 進口草莓的 殘留容許量 這跟我們這個 食的安全 是非常有關係的 在106年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叫佛派利呢 佛派利呢 就是有討論要不要開放茶葉使用 當時的委員會呢 立法院呢 很多委員的關注 也吵得沸沸揚揚 今天我就要針對這兩次 預告修正的會議呢 我來提出這個 這個質疑啦 第一個我質疑呢 就是說 這個佛派利呢 這個 我們的記錄呢 是 各位看到啊 記錄 就記錄這些 就不用念了 我可能看 也看得 無薩薩 我來解釋就好了啦 就是說 他的會議記錄呢 只記錄了 我舉例 真修佛派利等三種農藥 九項殘留容許量 請問你 他有沒有提到 三種農藥 其中一項當然是佛派利 那另外兩種農藥呢 另外兩種農藥是什麼呢 那農藥的九項殘留容許量呢 又是用在哪一種作物呢 所以我就要請教我們的署長 這個 這個會議呢 這個雖然有公佈在網站 我們也發現到是有 這個會議記錄的 還有呢 這個討論事項 決議等內容 但是呢 這樣的公開方式 我們如何能夠讓行政機關的決策過程透明化 我們知道現在不是大家都希望能夠有開放政府嗎 署長我就針對這個就是說 我們的會議記錄太簡單了 將來是不是在會議記錄中 我們要以副表的方式 盧烈 盧烈 盧烈下來 當次會議中 討論農藥的品項 而不是說 真修佛派利等三種農藥 那另外的農藥是什麼 還有呢 九項殘留 容許量 容許量 用在哪裡 是不是以盧烈的方式 在這個把它呈現出來呢 書長請教你 好謝謝報告委員 那其實我們整個 PO在網上的資料 是都全部都有詳細的資料 包括會比較 不管是在美國 在歐盟 Codex 所列出來的相關數據 還有台灣為什麼要 增列 為什麼要增 增加這個農藥 它的一個ML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都在網頁上面 都有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只是 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有做這個 其實相關的表格是完整的 如果需要 我們可以再提供給委員 對當然 對你有的話 你就書面提供給我 其實我是查到沒有啦 那第二個我想請問你 在這種殘留事件報告 有沒有符合利益迴避 為什麼這樣問呢 是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前 這個農委會 這個主委 副主委呢 在之前呢 上一次的這個委員會裡面 106年4月的時候 也被問到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呢 這個副主委提到說 我們會 我們會將利益迴避部分 明確的訂定出來 就是會把它訂定出來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再請教說 這一次的 報告是業者自己實驗室 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呢 這個形勢上呢 可能都便宜形勢啊 可能利益衝突 會導向這些 道德的風險 那我們 這個好 你剛剛 這個署長 你就講到 Cortex Cortex 其實Cortex 是國際上的這個食品標準 本來我是想下面再講 但是呢 這一次呢 他是經過 業者提出來的報告 我們是從 0.4到 1.5 也就是 增加4倍的容許量 也就放寬了他的容許量 就是 經過台灣辦法公司 這個提供實驗之後呢 從 0.4到1.5 他已經4倍的這個容許量 我們下一張看 所以呢 這個 還有呢 他也是呢 這個經過 他用草莓試驗 10次呢 其實10次裡面都不一樣 他的容許量 甚至差了100倍 據我所知 在這一次的這種的 這個試驗裡面呢 並沒有差到100倍 只有草莓 只有進口草莓 只有佛派瑞這個藥 農藥呢 差了100倍的 100倍的這種差距 請問署長 請教您 請解釋 好 那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做這些相關農藥 應該是使用多少的範圍 都是一個經過驗證的實驗室 那就像藥品一樣 藥品找CRO來做 也不代表說這個叫做 就是有利益的一個關係啊 這個是一個專業的 他是依照科學的方式去評估了以後 然後送資料過來 我們做審查的 而且到了台灣 我們也不是完全 就只有看這樣的資料 如果這個資料是在台灣 要使用的話 我們其實在農事所 他們自己本身 也會再經過相關的實驗 從田間試驗這些都會做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整個在做 這個單位就是在保障民眾的安全 所以對農藥 我們絕對是非常謹慎的在評估 如果可以使用才可以使用 不然就不要使用了 好 我們講到Codex對不對 你看 據我所知道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佛派瑞呢 其實是一家廠商 他提供的 這個廠商我要請教說 他是不是自己的廠商實驗室在做 或委託自己相關有關的上下有廠商在做 這是質疑的 好我們就講到Codex Codex是不是國際的食品的標準對不對 他是按照這個這個 國際間公認的食品標準指引下 這樣的標準是建立在各國的共識 以及先進的科學基礎上 先進的科學基礎上 所以值得相信 因為我們台灣都是非常守法的 非常國際化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是0.4 以國家 以全世界的容許量0.4的 可是這一次這個開會之後呢 我們就調高了1.5 我不曉得為什麼調高1.5 4倍的量 這樣子的量 其實是這個是可疑的啦 因為呢 這個我們就 以去年的去水果進口量來講 草莓的進口量 光是半年的進口量呢 它的這個這個農業超標的這個容許量 就是農業超標前三名就是草莓 那我們這次修正的呢 就是完全就是佛派瑞農藥使用於進口草莓 殘留容許量 是0.4ppm提高到1.5ppm提高到4倍 所以這是不是大開這個水果進口商之大門的方便呢 整個評估都會由ADI這邊來做評估 每個國家他自己在飲食上面是不一樣的 我們一定會評估到說這樣子的農藥用到我們的農作物 到底有多少個品項 然後才考慮他的農許量 所以這個是全盤的去盤點了以後 才會去考慮這一個值 那這個值也要考慮到說真的在試做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這個效果 真的能夠達到我們使用農藥的一個效果 而且是要在安全的 民眾以後吃到了這些 我今天講的是齁 他是這個在短時間一直在修正 然後呢是單一廠商嗎 我今天講的是這些 然後呢他為什麼要超標這個叫做Codex Codex的超標 我們要超過四倍呢 所以署長這樣子啦 我會繼續關注這個議題啦 為民眾的這個時間而保障 而保衛 那雖然在防疫期間我還是很重視這個 現在呢人在預告的期間 所以署長你要謹慎為之啦 現在人在預告的時間 所以署長謹慎為之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非常謝謝長委員的先答 也謝謝署長 那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你 你的iPhone 那個時候就像這樣 我來找桌子 阿姐 我來找桌子 好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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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欸 那個洗水機現在哪間 那間 喔是要在裡面 那間比較可以 好的 好 小悠你要拿鑰匙喔 鑰匙借我一下 我在裡面來 她比較好拿 她的手不要再弄 好 先關一下那個 那個不是要用文杰 那個板子上面好髒 那個是跟放鑰匙 不是啦 那個板子是 那個板子 板子像美 那個也不是 說話也說那不是美 那是你家嗎 那是你家的嗎 那是你家的 對啊 那個啦 拿個那個酒精擦一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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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姿 有 有 太多姿 我來插就好了嗎 好 來 我要握一個新的手機 要握一個新的手機 你要怎麼編 手機音樂 阿芻 手機切開 手機 軌手機 手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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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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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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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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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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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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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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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